我也相信缘分 缘分来我不会抗拒 我也不会执着坐在工作上面 最近我觉得挺忙的 工作都没有停下来 他感觉不一样了 网传愣节舞已经敲定了 内地和港台的三位大姐大 尽管该爆料者 仅仅给出了三个标签 但指向性是非常的明显 内地的南国歌后 显然指的是陈明 他出道前 以及歌手生涯前期的 主要发展基地就是广州 当时曾有北纳英南陈明的说法 所以他被誉为是南国歌后 香港会唱歌的林青霞 指的是陈慧玲 一年一乡一辈子 青春已飞逝 纪念最终的相识 属于你 属于我 他刚出道的时候 就被公认有林青霞的影子 据悉张国荣第一次见他时 也曾说这男好像林青霞啊 不过后来随着他越来越红 也逐渐摆脱了像林青霞的标签 至于台湾第一美女 被公认的有两个 第一是肖强 第二是林志玲 后者远嫁日本之后 就官宣退出娱乐圈 所以爆料者指向的应该就是肖强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那么陈明 陈慧玲和肖强这三位 确实称得上是浪捷舞的三位大姐大 陈明虽然从没有达到过 那一那样的高度 但是他的国民度并不低 并且代表作业不少 尤其是快乐老家 等你爱我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我要找到你这四首 陈明参加过我是歌手第一季 而且是首发歌手 但可惜他的风格和唱法 不太适合竞技英宗 在第六期节目就早早被淘汰了 此后陈明就再也没有加盟过 竞技类的节目 他如今的真实唱功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但如果是在浪捷这类节目中的话 应该完全够了 不过拿C位基本没有希望 陈慧玲和陈明 差不多时期出道 巅峰时期几乎拿遍了 香港大大小小的 音乐盛典的奖项 不如跳舞 济世本 北极雪等作品 曾是KTV必点的金曲 是香港唱跳巨佳的 代表歌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陈慧玲这样的歌手 很少出现在内地综艺当中 夹境优越的他 完全不在乎身外之物 节目组能够请得动他 还是个问题 当然了 如果芒果足够给力的话 那么他几乎是浪捷舞的准C位了 出道时的状态 虽然就偏欲解范 但是没有少女时期的他 这么多年 一直是当初的颜值和状态 依然是能唱体育场的歌手 至于肖强 虽然是影视歌三七艺人 但是在影视圈的成就 比音乐圈高 同样肖强虽然参加过武林大会 但是后期退赛了 实力同样模糊 所以说即便芒果果真敲定了肖强 但是唱跳本就不是他的强项 更何况如今已经55岁了 比纳英参加浪捷时的年纪还要大 只能炒作一波情怀和状态了 同样没有可能夺冠 从上来看 如果网传消息属实的话 今年浪捷舞阵容已经有了保障了 陈鸣是Vocal大姐大 陈慧玲是唱跳大姐大 肖强是情怀大姐大 节目组只需要再服饮一些小咖艺人就可以了 当然了 对于即将开始第五季的浪姐 阵容固然是核心的竞争力 但是要想从首播到收官 保持高热度 选曲 编曲 舞美 赛制 真人秀等 都需要节目组继续保持初心 相信芒果一定会再创爆款 不许多 词 词 钙